大家好 欢迎收看独高四倍电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英国经济 和其在欧盟复苏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 与我连线的是阿兰·克拉克 英国第三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7% 和欧盟其他国家相比 其处于什么位置呢 当前还无法给出任何准确的预测 整体画面也不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 欧盟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要比英国慢得多 我会说整体的经济增速只是稍高出0% 因此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 英国显示出更为积极的数据 尽管近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有所放缓 早些时候英国的经济环比增长达到0.9% 在这样的经济增速支持下 英国无疑是欧元区的增长动力 您对英国长期的前景有何预测 如果是增长那么是多少呢 我们预计增速不会很高 今年年初我们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基本面数据 我们注意到楼市上涨 在信心指数上升的支持下 房屋价格同比增长10% 目前我们还看到房地产市场处于上升的趋势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在英国央行声明中 暗示他们打算明年上调基准利率 指标表现略有下降 这将会促进储蓄 使得人们花费更少的钱 鉴于此 第三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7% 是相当积极的数据 我们之前的预测是0.5%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 按年率计算会在2% 所以我们对当前的经济放缓 尚不需要去担心 大卫卡姆根表示 英国不打算向货币政策委员会 支付他们所要求的17亿英镑 您对此有何开发 这种情况是相当有趣的 类似的出金估算 每10到15年进行一次 根据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状况 需要增加额外的贡献资金 他表示英国的经济增速好于预期 而在经济增长中 首次将所谓的黑色经济 即贩毒和卖淫 纳入收益的统计中 也正是由于这个事实 英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高于预期 他们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 我们认为 结果是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费用 而欧盟方也必须略微地减小自己的胃口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有趣 但不知道这场闹剧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阿兰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尽在都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